今個財政年度 政府錄得928億元應餘 漁算案繼續推出一次性措施 包括生果金和縱緩出商量 寬減新鳳稅、利得稅及猜響 又會調整近十年都沒變過的新鳳稅街 一共涉及351億 較去年少 財政司司長陳某波說 不會以派堂換民望 帶早已報導 新財野上場繼續派堂 針對基層人士的社會保障 繼續獲發商量 縱緩、生果金、長者生活津貼 雙殘津貼的受助人 全部獲發多一個月的金額 另外政府今次也多撥一億元 向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 和鼓勵就業交通津貼的受助人 發放商量 中產人士粒堂和去年差不多 新鳳稅及利得稅 都獲得寬減75% 上限2萬元 全年四季猜響寬免 每季上限1000元 多年來沒有調整的新鳳稅編制 稅街會擴闊 由現時4萬元 去到4萬5千元 七成納稅人會受惠 以一名年薪25萬的打工仔為例 拘除個人免稅額之後 應貨稅入息 會有1萬元 跌入最高稅街 總共需要交稅1萬0100元 稅街擴闊之後 就不會代入徵稅最多的稅街 少交650元稅 這樣做也沒有動到稅機 納稅的人仍然要納稅 只不過在稅街裏 寬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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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層受養人和公養兄弟姊妹的面稅額都會提高 個人進收購稅額就會增至10萬元 一系列措施涉及351億元 比去年的388億元少 很多人給我一個意見 他說 阿波 難得今年政府的盈餘這麼多 派多些錢 讓大家開心點 提升你的民望 有理你繼續做下去 我沒有這麼做 你說完全沒有這些措施行不行呢 我相信也不行 社會有這樣的期望 你們措施預計可以為本港經濟 帶來1.1%的提振作用 那TV記者戴祖堰 政府今天的財政年度的財政應餘 是928億元遠高於預期 而紓困措施的金額就減少至351億元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展述他的理財哲學 強調要保持警醒 不能輕然減稅 以及大幅增加開支 劉家慧報導 今年度政府賣地 以及印花稅收入遠超過預期 其中賣地收入較預期多508億 去到1178億 見歷史高位 印花稅高達580億 較預期多80億 令政府今年度財政應餘預測 由原本的114億 大幅上升至928億元 是0708年度以來最高 而在一個財政年度 政府就預期應餘有162億 財政儲備去到3月底 將會高達9357億元 雖然庫房水浸 但陳茂波認為要應洗側洗 政府今年度的紓困措施支出 由351億 較往年的380億元少 陳茂波發了不少的蝙蝠 強調政府理財要審慎 要時刻保持警醒 我們不能因為某一財政年度的 非經常性收入較高 而輕然大幅增加 經常性支出 情況就好比打工仔 某年收到一大筆年中花紅的時候 會開心地增加一些消費 但不會因此而草率地作出 長遠不能應付的財政承擔 因此我認為處理年度的財政盈餘的時候 應該考慮它的來源和性質 結合當年的經濟情況和外圍環境 陳茂波又說要審慎理財的一大原因 是本港稅制的限制 但是本港的稅基狹窄 收入來源集中在少數的產業 容易受經濟情況影響 而大幅波動 以2015、16年為例 賣地收入和利得稅收入 分別佔政府收入14%和31% 利得稅之中超過四成 是來自金融和地產行業 如果環球經濟和金融市場 在未來出現波動 又或者資產價格顯著調整 將會大幅影響政府的收入 陳茂波說政府要在不同環境之下 維持龐大的開支 不能夠輕然減稅 亦不應該經常調整稅率 但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將會短期內成立稅務政策組 審視稅制 是否擴闊稅基 以及如何增加收入等議題 去年本港經濟增長1.9% 陳茂波預期今年的增長是2%至3% 而通脹壓力溫和 預期全年通脹率1.8% 基本通脹2% NOW TV記者劉家衛報導 財政仍遇升至9年的高位 政府決定將其中610億元 預留在安老和體育等的發展用途 而每年增增的經常開支 將會超過200億 亦令到公共開支在未來5年持續攀升 超越佔本地生產總值20%的界線 2000有報導 本年度財政盈餘高達928億 扣除300多億的稅務及短期措施 政府會將610億的盈餘 預留作較長遠的政策 包括預留300億 加強安老和殘疾人士康復服務 200億就用來在未來5年推展26項的體育和康樂設施 100億就會預留以支援創科發展 10億推動青年發展 用作獎學金、海外交流及進修之用 不過這610億只是先劃拨出來 何時會用、具體會怎樣用 政府說未決定 至於之後每年的經常開支將會大增 未來一年將會增加256億 增幅達到7.4% 相比政府收入預算增幅6.9% 即是花錢快過賺錢 當中三大範疇 社福、教育和醫療衛生增加合共158億 主要是來自長者生活津貼和資助學額增加 政府估計未來公共開支 相當於本地生產總值會由20.1% 升到5年後的21.7% 陳茂波說20%並不是硬指標 不需要執著於每年就在GDP 20%這條線下面 我覺得這樣是不科學的 我們反而要看我們的社會需要甚麼 然後我們有一些工作去滿足這些需要的時候 這些政策措施長期來說 香港的承擔有多大 政府能否負擔得起 由經濟師說 暫時無需過於憂慮 只要不是太偏離20% 這應該不會有很大的隱憂或擔心 但當然如果我們見到以後的 未來幾年消費支出方面 政府公共開支的增幅都會大 GDP方面或是收入的增幅 可能以後的確這個比率 未必真的會很明顯回落22%以後 政府消息人士指 由於收入增幅未來將持續較支出少 結構性財赤仍然會有機會在10年內出現 NOW TV記者梁謙悠不道 NOW TV記者梁謙悠不道